HELLO 大家好 今天的VLOG是介紹酒店的 就是介紹PART HIRED深圳 這次住的房間是一間Suite 一進來就看到右邊是一個可以當作客廁的地方 剛才進來時已經有掛衣服和放東西的一個角落 然後就去到客廳 而客廳旁邊伸延就是飯廳、mini bar 還有一個大電視的地方 在這裏看電視是可以有一些電影去選擇 選擇都OK 但我們沒有時間去看電視 我們聊天多 所以就沒有什麼涉獵到這個位置 而進去睡房的部分 首先有一個大衣櫃 其實有兩個位置 然後就去到真的餓室這個位置 你看到也有一個大電視 有一個座椅 而且位置其實很闊落 分別而兩邊也有些國際的插頭 可以去插線充電 然後房間隔離 其實外面就有另一個洗手間 它用的是一個TOTAL的免治碼桶 然後洗澡房方面也很闊落 它有洗澡和浴缸 也有浴缸 而它用的Amenities 都是LABO的Amenities 我非常享受用它 而晚上我們吃完飯回來 它已經開了床給我們 而且還預備了一個小甜點 你看我們打開的時候 就是一隻兔子 裡面是紅豆綠茶餡 但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兩個人住它給一隻 所以這裏很滿意 我也知道VLOG方面 其實酒店我真的算是一個初歌 比較少是攝裂這個範疇 我其實也拍攝了其他酒店 之前住過的 希望很快有機會 可以剪多影片和大家介紹 鏡頭一轉 就去了第二天我們吃早餐的時候 它的餐廳是半自在形式的 還有一些特別的食材 粉麵和精選的食材 可以去菜單 亦有一個很大的自助餐形式的早餐Bar 而我覺得其中一個highlight 這個餐廳的早餐 就是去吃它的景觀 因為其實它的樓底很高 而且也很舒服 開放式是做得不錯的 而食材方面選擇也很多 所以在這裏 坦單的早餐其實是頗舒服的 我的朋友說他試過一邊吃早餐 一邊在Zoom開會 其實他覺得完全沒有問題 我們在這裏本身住訂房的時候 其實就沒有包早餐 但因為我的朋友 他是HAYER的MEMBER 所以我們訂房的時候 原來他的MEMBERSHIP CATEGORY 可以包上早餐 幸好就是他可能住得比較多 我們這次住在HAYER 其實也得到一個升級 就住在這裏本身裏 那... Anyhow 我覺得整體這裏 給我的印象分 去到餐廳這部分其實都很好 因為好像我這樣說 食物很多 而且坐得都很舒服 另外就是 雖然他未必有一些我平時期待會吃到的東西 但是其實整個感覺 整個感覺的印象都很好 一定要重點提一下這個CORNER 因為他的Juice 和YOUGURT 是很好吃 以及Granola 都很值得推薦 至於因為真的很好吃的關係 我們是叫了一大堆東西回來 又拿了一堆東西回來 其實呢 看就看了很多 又不是真的很多 但是最恐怖的地方 我們是吃得了的 好了 右鏡頭再轉一轉 我們現在就去看看 他的健康和泳池的樓層 他有一些洗澡室 有些化妝室 甚至乎有Jaguchi的設施 其實是非常舒服的 我會覺得如果我再來這邊 很大機會都住在這間酒店 其實他的配備很齊 你看到Jaguchi其實都很棒 另外有很多健康的配備 可以進來後 真的要早點Check-in 然後休息一會 然後去做健康 然後用一下Spa 或摩扎 然後出去吃飯 然後回來 真的要花一天 好好休息 去放鬆 另外這裡有一個泳池 外圍 有一個類似餐廳的地方 可以叫食物 而裡面的泳池也很帥 但沒有進去拍片 在這裡拍照代替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個介紹 多謝 我們下次見 拜拜